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 是M加教學及全息組的助理策展人 歡迎大家參加這一節 《藏品的相遇》的網上短講 其實這個活動的緣起 就是早前在加拿大的Canadian Center for Architecture 它就構思了一系列叫做How to Disturb the Public 也是我們翻譯為如何干擾大眾的活動 就是希望透過一些不常見的公眾活動 去令大家反思公眾活動的不同可能性 CCA也都挑戰不同的博物館 去實踐這個系列其中的活動 而我們也都接受了挑戰 就選了當中叫做How did you to meet 也是我們翻譯為《藏品的相遇》的這個活動作的一些嘗試 這個活動的做法就是選擇館藏之中 其中兩件好像沒什麼關係的作品 然後邀請M加的策展人 去對這些作品講一下他們中間可能有的聯繫 今天我們就邀請了我們的香港視覺文化策展人Tina 以及副策展人Chloe 跟我們分享 而他們的挑戰就是跟我們講一下 在M加香港視覺文化藏品當中 兩件分別是比較早期和比較近期的作品之間的關係 Tina和Chloe就分別會用五分鐘各自去介紹一件作品 之後就會一起談一下兩件作品之間的聯繫或者故事 最後我們就會有十分鐘的問答環節 如果大家在短講中間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在旁邊看到有一個有問號的標誌那裡打入你的問題 我們最後就會回答大家的提問 現在的時間交給Tina 大家好 我是Tina 或者因為Ann剛才介紹了 或者我先講一下我們香港視覺文化的藏品 因為我不少朋友會問我們 其實你們收藏香港的藏品 會和其他博物館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我首先講一下其實是時間性 我們其實收藏的藏品 主要是第二大戰後的藏作的 會是三個大界別 第一就是設計和建築 包括平面設計 第二就是流動影像 第三就是視覺藝術 這些可能是我們大家會比較熟悉的 就是會包括他畫、裝置和其他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們其實選擇藏品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個比較強的看的方法 就是其實是看他視覺上的獨特性強不強 第三就是我們會看他是跨媒界的成份 就是創作本身裏面的跨媒界的成份 或者是創作人 會不會是用一個跨媒界的方法來創作呢 我今晚要講的藏品 就是呂壽坤先生畫的香港藏品 你會看到其實我們在看那張畫 是充滿水墨的畫面 裡面其實它只是用三個顏色 一個就是用水墨 它本身的深淺 有些地方你會看到其實它好像是淺藍色或者是灰 有些地方是黑色 透出來就是會有一些張紙裡面的白色 還有是有一點點的黃色 我會想你們留意一下 其實畫面裡面的黑色線條 你看到下面有一些簡單的線條 畫中也是有一些簡單的線條 呂壽坤其實是在廣州出生的400年 因為內戰的問題就下來了香港 那在廣州的時候 它已經開始研究水墨畫 或者是中國畫是怎麼可以不消失呢 因為它認為用一個傳統的方法下去 如果要面對一個現代社會 在追求的藝術的方向 就有機會會消失 它來了香港就很有機會研究西方藝術 不僅是西方藝術 它又深刻研究其實中國畫本身的性質 可以在哪一方面再發展 它自己就要求一種自由 還有一種創作表現的 或者是 抱歉 抽象表現的 所以它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主題 就是畫香港 它會 它自己就覺得抽象 就應該是由現實 眼前看到的環境走出來的 所以它就畫得不少的香港風景畫 它裡面包括是童年的 當時的港督府 那你會覺得 你會看到其實它是用一個高的角度 看下來畫的 我們很榮幸 其實呂仲昆檔案裡面 是有它這幅畫的草圖 它比較出名的創作 或者是應該是發言 就是它著名的叫蟬畫 這一類別的抽象畫 是充滿一種表現主義 就是expressionism 的方式 用一個很自由和放的方法來畫的 它右邊這幅畫 其實是入了世博 就是70年代 日本大阪的世博的展覽的 剛才我不是提到 它有研究西方的藝術發展 我自己就在這裡幻想 會不會是它是見過荷蘭的 Piet Mondrian這張畫 你記得我有提到 它畫裡面的線條 當然Piet Mondrian這張畫是超抽象 三十年後就有另外一位香港的畫 或者中國的大師吳冠宗 他也有畫《都市之夜》 這一張畫就在香港藝術館的藏品裡面 大家可以翌日將這兩張畫比較一下 因為兩個都是畫香港的夜景的 好 大家好 我是Chloe 剛剛很開心的 聽到Tina去分享 呂秀坤一張很久的畫作 也是一張很有意象的畫作 我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一件裝置作品 是一件比較新的裝置作品 是2015年至2016年間 一個越南出生的美籍藝術家 Tiffany做的裝置作品 在這個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由不同的部分組成 當中包括28張畫 40段有關當時香港和越南兩地的難民政策的 相關的字句 還有兩段 Tiffany和現在的香港還生存著的越南難民 他們再重訪回萬宜幾樓中心 和香港網後石越南難民中心的片段 其實整個裝置就是Tiffany嘗試用不同的人物 不同的片段和不同的記憶 去講一段香港有關於越南難民的歷史是怎樣 其實我想先講一下Tiffany她為什麼會開始 對越南這個歷史有興趣呢? 其實是很大程度源於她自己的家族歷史的 她是爸爸 其實也是你現在畫面看到 右下角的照片 其實她是一個南越空軍的一個 精銳部隊的直升機飛行員來的 但是後來她被捕 也都在北越的監獄裡面留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直到戰爭結束 後來她們整家人就搬了去美國 但是對Tiffany來說她爸爸那時候是怎樣 她在打仗的時候有什麼經歷 她在監獄的時候有什麼經歷 對Tiffany來說都是一個謎 所以她就開始以一個研究員的方法 去做資料搜集 她就由報章、雜誌或者調查報告入手 她甚至是會一連一度去日內 聯合國難民處那裡查詢有關的文獻 我剛才看到這個裝置有28張畫 其實Tiffany在做研究的時候 她發現越南難民在越南歷史裡面是一個禁忌 是越南政府從來都不承認的歷史來的 現在越南年輕的新一代 其實都不知道這一段歷史是怎樣 所以Tiffany就希望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再重新跟年輕的一代講這一段歷史呢 於是她就找了文獻裡面一些很重點的片段和圖像 然後就給年輕的藝術家看 就邀請她們畫這些畫出來 而這28張畫也都成為整個作品很重要的一部分 譬如那28張畫裡面 譬如你現在看到畫面上的五張 就會比較看到早期越南難民來香港的那一段故事 你會看到他們很多都是搭船來 也都會看到他們去到來的這三張 你就會看到80年代的難民 在不同的難民營裡面的生活狀況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英國政府都是比較寬鬆的 因為其實他們都很希望香港可以成為一個收容所 但是到後期當難民越來越多 他們就開始有不同的資源的考慮 於是就決定將他們遣返回越南 但是遣返回越南的船民其實不是很多的 也都演變到後期 好像你現在在畫面看到這三張畫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衝突就會產生了 在整個她畫的過程裡面 其實無論是Tiffany也好 藝術家也好 其實年輕藝術家也好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很多細節 所以整個過程 對他們重新了解藝術是很重要 Tiffany也都會覺得在畫的過程的時候 她很想確保這一段歷史不是虛構的 她畫出來的東西也都不是虛構的 她希望觀眾看這些作品的時候 也都不會當它是一件虛構的故事 她希望透過她的矩話或者透過整個裝置 把這個關於難民或者是留下的故事 帶到一個更加的高的層次 希望可以用自己的作品去抗衡國家 去提出一些論述 然後去開放一些討論出來 我今天介紹的作品就到這裡 多謝Tina和Chloe為我們介紹了 呂秀昆和Tiffany聰的兩件作品 兩位策展人今天的挑戰 就是去嘗試講一下這兩件作品之間的聯繫 我覺得同時是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我從頭上就想到有兩個方向可以提 一個就是主題 另外一個我會覺得是一個藝術家的道德 就是她對於社會那種藝術家和社會的關係 或者是一個藝術家可以怎樣貢獻社會 或者由第一點去講 因為我聽你說Tiffany之後 是令我想起我幾年前在 我之前憑工 在港大博物館做過一個展覽 借了著名的中國藝術史的學者 Michael Sullivan的藏品 其中一張畫是令我很深刻印象的 因為她左邊這一張是畫香港仔 當時我自己就沒有什麼留意 呂壽坤原來她會畫一些 可以說是realist或者真實的畫 這個真的可以反映到當時六零年代 因為內戰和文革之間 其實是不少人下來香港 他們住的情況是可以很差的 那時候應該是沒有居屋 就是沒有公共居屋的 所以他們住的情況是可以不太好 我看到這一張畫之後 剛才都提了 令我深刻印象 所以我在檔案裡面 看到她的草圖 非常開心 我會覺得其實這個是另一點 可以說是題材 是 另一點我會覺得是一個藝術家 和社會的關係 他們怎樣認為自己的作品 或者創作 或者看法 可以怎樣影響社會 或者是怎樣令社會改善 第三點 看到你其實是拿了 Tiffany另外一張畫出來 第三點就是怎樣去表現這些資料出來 就是怎樣表達 我想剛才Tina說得很好 就是我想不同年代的藝術家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都希望 在自己的創作裡面去回應社會 其實剛才我也有提到一點 就是Tiffany其實很著重她自己的畫作 是呈現著一段歷史 但是其實她也都不是想 只是講一段歷史這麼簡單 就是她會很想將那個對話 去帶回當代 就是究竟現在新一代 或者隔了差不多30年後 我們再看越南歷史 究竟我們在看什麼呢? 我們看到什麼呢? 其實在整個創作的過程 她除了去看文獻 她也都會和很多 譬如人權律師去聊天 她也都會和現在還留在香港的一些越南的人民 去談回 看回他們現在的生活狀況是怎樣 所以其實整個過程裡面 你就會看到她 就是藝術家她不僅是想 去重啟一段歷史 重新去發掘一段歷史 或者去考究一段歷史 她是很想將那個對話 連接到今時今日的狀態 她其實會用很多 現在這個畫面裡面 你看到她另一張作品 但其實也都是她整個 越南遷徵計劃的一張作品來的 這一張其實她就是 將1975年至1977年期間 香港入境的一些難民的數字 和他們下來和他們離境的數字 你會看到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 也都離開香港之後 也都去到不同的國家再定居 所以這一種大數據的處理方法 也是一個比較新式 現在很多不同的藝術家喜歡 或者會去採用的一種藝術創作的方法來的 好 好 好 謝謝兩位用心去找這兩件作品之間的聯繫 我們現在可以開放去問答環節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其實都可以好像剛才這樣說 在右邊有問號那個圖示範那裡 打進來的問題 那就OK的了 可能我先問了第一個問題 因為剛剛兩位所介紹的兩件作品 其實都是在描繪著不同時代的香港 而我覺得他們應該都 對於現在的可能香港觀眾來說 都比較陌生的 可能你們覺得現在的香港觀眾可以怎樣去進入 或者理解你們剛剛所介紹的兩件作品呢? 我自己會覺得其實看回 我自己會覺得看以前的作品 挑戰的地方就是把自己放入那時候的世界 而一個普通的觀眾來說 我會覺得你最主要其實是 看看你看到什麼東西 我覺得呂壽坤厲害的地方 是他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去畫了一個很明顯的一個現代的城市的面貌出來的 其實他是做很少的 但是表達到這個一個是一個 就是比較先進的 是現代的 我想伸展一點就是國際性的城市 因為那時候我想 就是中國畫裡面是很少會畫夜景的 那夜景是有電燈 或者是有寶寶時間 就是你可以去對面海 晚上在那裡喝東西的時候 看過去看到這個風景 都是用一點點想像力 那我其實剛剛有提到一點點是挺直接的 因為它本身其實已經是很有一個覺悟 是它要將整段歷史帶到一個當代的預警裡 但是其實當你看著這個裝置的時候 就算可能你對越南的歷史不太熟悉也好 你看那兩個片段 其實它是拍攝 現在今時今日香港那兩個機樓中心的樣子是怎樣的 你會看到很多碎石 圍了圍板 然後你就會發現 我好像去過這些地方 又好像很熟悉面口 但是其實 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就會慢慢發現 原來它以前是一個機樓中心 原來它以前是曾經有一個這樣的歷史在裡面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挺自然的 就會令到觀眾可以代入到裡面的 好 多謝兩位 我們有 有其中一位觀眾的提問呢 那它就是好奇 有興趣知道 為什麼兩位港姐會選擇這兩位藝術家來做介紹 或者對你們來說有什麼這麼重要的 這個節目其實是給其他同事選擇的 兩件作品的 所以挑戰的地方就在這裡的 作品不是我們自己選擇的 另外也有一位觀眾也想問就是 其實視覺文化是怎樣影響到你們兩位策展的方向的 我想當我們在想視覺文化的時候 我們很自然就會想 我想我自己的理解很淺白一點來說就是 當視覺 當我看一張視覺元素很豐富的畫面的時候 就好像你現在在圖片上看到的不同的作品的時候 我怎樣去理解它的歷史默落是什麼呢 其實藝術家在什麼預警下創作出這樣的作品 又或者是其實它再重訪那件作品 就是因為好像譬如說 在說Tiffany 她再講這段越南歷史的時候 其實她自己 雖然她是一個越南出生的人 但是她沒有真正是那段時間在香港留過的 那她怎樣透過重訪一段歷史去再問一些新的問題呢 那這些就是我們經常看一件作品裡面那個 所謂的文化的部分是什麼 那當然我自己土生土長在這裡 我會想 我會知道很多香港的歷史是怎麼樣的 也都會 但也都同時會發現很多時候 藝術品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會零零碎碎 你會看到一些它不是一個大的歷史框架裡面出現的東西 可能他們會選了一些很小的片段 可能譬如你現在看到畫面上 右上角那張一張他畫 其實是周俊輝 藝術家周俊輝 他再重新畫一個周星馳的戲 他有提到為什麼你會用人民幣去買 去自動售賣機買東西喝 那那個是一個很小 也都是很零碎的文化 就是一個普通文化的其中一部分 但是你就會看 如果你再追溯那個文化預警 其實它就是說當時回歸之前 有很多不同的人來香港那個狀態 那個香港的狀態是怎麼樣的 Chloe剛才說得很好 我想退出一點點 因為我會覺得其實我們在做香港文化的插展 就不只是看香港的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是用一個很靈活的方法 去看回整個M加的其他創品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M加創品裡面 其實是不少作者 不是來自香港的 但是用一個由亞洲 由香港的角度去看回 例如設計 建築 試過藝術 其實有很多地方是很明顯的粵體 如果覺得香港的創作者那個表達方式 或者是在藝術裡面 或者創作裡面去表現那個方法是很特別的 是很有香港的文化的味道 謝謝Tina和Chloe 我有一個問題是給Chloe的 有觀眾就問 說越南移民是散落在世界各地 那是什麼原因令到沒有在香港生活過的Tiffany 去創作這一系列關注香港越南難民的作品呢? 這個問題真的很好 因為其實我有提過 剛才有提過一點點 其實這個裝置 是它創作香港 整個越南遷徵計劃入面香港的部分的第一件作品 但是其實整個計劃入面 Tiffany是有很多關注不同其他國家的狀況的 就是它也都有很多可能是地圖 就是剛才你們看到綠色的那一張 它會有很多地圖都會看回 這些難民其實他們是除了香港之外 還去了其他哪個地方呢? 他們的分佈現在是怎麼樣呢? 所以只不過是我們藏品的這一件 就是集中了在香港的部分 但是其實它整個越南遷徵計劃 是有看到其他越南難民的其他 去了其他哪個地方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一個生活狀態 我補充一點 Tiffany開始做這件作品的時候 其實她都來了香港一段時間 她應該住超過半年了 是訪問了很多香港的越南難民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現在還有兩分鐘 我就會問回觀眾的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有觀眾就問 因為兩件作品其實都是探討著一些香港的歷史 透過這些作品 那策展人是怎麼樣去帶領 跟我們的觀眾一起去幻想香港的將來呢? 或者甚至不是這兩件作品 或者是其他在我們 《Hong Kong Visual Culture Collection》裡面的作品 怎麼樣可以去 令到大家一起幻想到香港的將來 會是一個什麼景象呢? 我覺得這兩條作品其實是提到大家 生活上裡面是會有很多的起起落落的 那呂秀君自己經歷過一個很大的 就是歷史上的打擊 剛才也提過是內戰問題 就來到香港發展 那呂秀君自己經歷過一個很大的 呂秀君自己經歷過一個很大的 呂秀君自己經歷過一個很大的 會不會替大家 其實你可能覺得現在的情況是令你很挑戰 或者不同地方會令到有困難 但是也都會有一些可以令你有一些 很inspiring的創作走出來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小段我們曾經跟Tiffany 講過的事情 這個事情也都令我很感動 就是她在說為什麼要做這件裝置的時候 她也要說 因為她做裝置的時候 其實她會看回她個人的歷史 也都看回這段越南這麼悲痛的歷史的時候 她覺得看回這個歷史或者整個過程 對她來說是一個很重的淡子 她也都問過自己很多次 為什麼她要去做這件事 但是同時她也覺得 雖然歷史是很沉重 有些回憶是很相同的 但是她都覺得是應該要繼續向前走的 我們是應該勇敢一些去重掃 或者去書寫一段歷史 因為這樣是很重要的 就是怎樣可以在云云眾多歷史裡面 透過大家的努力一起去保存 或者去建構一段歷史 我想是希望這兩件作品 亦都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前行 謝謝兩位給我們一個 好 可以有很多food for thought的ending 是的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還想了解更多關於我們的作品 其實就可以上回到我們的N Plus Collection Beta的網頁 我剛剛就在那個chat那裡就傳了個網址出來 還有其實接下來 我們在七月尾和八月尾 都還會有兩次藏不定相遇的短講 希望到時都會見到大家 Thank you